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個圖 為每百公克中所含熱量的長條圖 這個長條圖它上面還附有數據 長條圖能夠讓我們很快的 看出它的那個多寡的比較 哪一個比較多哪一個比較少很快就看出來 然後呢這數據的話寫上去的話 就讓我們詳細知道說它的數據是多少 那你說有分配表就好了 幹嘛要長條圖 因為長條圖畫出來的話 我們能夠很快知道說哪個比較大哪個比較小 那不然數字的話很冰冰的 有時候一大堆密密麻麻的 到底是哪個比較大哪個比較小的話 你反應會比較慢 那畫長條圖的話反應會比較快 這個最多 一看就知道這個最多 然後呢你如果看數據的話要比較比較 比較老半天的話才知道這個最多 但是的話你畫長條圖的話一看就知道這個最多 所以那個圖它有圖的那個視覺效果 這個是因為這個樣子 好那麼它說 問啊熱量最高的食物是哪一個 你用看的就知道是這個 花生 花生的話熱量最高 熱量最低的是哪一個 一看的話就是這個 乾燥 乾燥的話熱量最低 那這兩題用什麼 用看的就知道 用看的就知道 然後呢它現在問說 這是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的話 這個熱量最高的就是花生 那最低的是乾燥 那第二小題 它問說 這個每百公克百米所含熱量 比每百公克黃豆所含熱量多了多少 那這個要詳細看 這個每百公克的百米 比什麼呢 每百公克的黃豆 黃豆在這裡 就這個減這個 就354 減掉呢325 這個的話是多少 就等於31 31 325 354 白米 白米是354 黃豆 黃豆是325 所含的熱量多了多少卡 多了這麼多卡 我有沒有算錯 354 減掉325 這是9 29 29卡才對 剛剛算錯了 我每百公克的百米 比每百公克的黃豆 它熱量的話呢 多含29卡 所以答案是29卡 謝謝 我們先進來 充分 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